缺水危機越演越烈 台湾西部水稻 因为水情吃井 陆续修根停灌 甚至还传出有部分粮商 跑到东部来抢米 满满谷物倾斜而下 西部粮商因为五米可买 现在得透过民间米厂 陆续和花莲的农友 接洽收购花莲的一起到座 西部的厂商 尤其是有几个大厂 他都有来我们这边询问 就怕西抢东米 影响了农民权益 有东部农会 不排除调长收购价格 但就怕整体米价硬生上涨 花莲市农会出面否认 涨价为民众打强新增 不过7月以后 如果真用西部粮商来强米 为了保障花莲米 米价的上涨势在必行 记者刘喜交召配于花莲 我下边采访吧 包括 也不是